根据资料显示 全台气喘患者控制良好者平均不到一成 有鉴于此 振兴医院特别举办呼吸道支友会活动 邀请气喘病友与家属一同参与 透过医师简报说明与闯关体验活动 深刻传递味教知识 所以我们希望用一个演讲的 包括一些活动的方式 让他们去参与像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一个轻松的方式之下 我们而且集合了各个领域的人 包括我们的呼吸治疗师 营养师 味教师 药师 还有味教师 然后能够跟他们一起去分享 在这样的过程中 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不管是营养的药物的使用上面的一些疑惑 他们都可以提出来 即使或达到一些解答 因为像这样的活动 很多家属会跟来 你平常有时候看门诊的时候 老先生老太太不见得家属有空 所以今天洗老服幼 大家就来像踏青一样 非常好 在台湾 气喘在全人间 盛行率约11.9% 估计超过百万人 其中更有5-10%为严重型气喘患者 一般的气喘通常就是你有症状 比如说咳嗽 胸闷 然后尤其夜间可能会因为 甚至呼吸困难就醒过来 这个是一般的气喘 但严重的气喘就是说 当你用了一些药物 比如说吸物型的那个 那个肋固醇或是吸气碗扩张剂之后 仍然控制很差 那甚至你需要到口服肋固醇的控制 曾医师收治之案例 钱小姐因慢性咳嗽 加上楼梯爬不到一层楼 就会传等症状 就医才确诊为 试酸性白血球数目过高 引起的严重型气喘 其实就很难睡 然后走路的 周几步路就会传 然后根本不用说上楼梯 然后以前也常常就是 喘不过气来 然后就送急诊这样 那像这样病人 这样严重型气喘病人 我们就除了他本来的 吸入性肋固醇 和支气管扩张剂之外 我们也给他加上了 那个最新的注射型的 那个气喘的那个生物质剂 那用了以后呢 他其实在用了第一次之后 就觉得效果非常好 那整个症状就改善很多了 那经过了差不多六次的治疗以后 现在他已经可以把口服肋固醇都拿掉 都不需要使用了 对那我觉得在这个 严重气喘上面 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自从用了那个药之后 打了第一剂之后 第二剂之后 就没有再用肋骨醇了 只有用喷剂的那个肋骨醇这样 其实睡眠变好了 也可以慢慢的做一些运动了这样子 以前开会的时候 或者是上班的时候 这样话其实会传 现在其实就改善很多 就可以正常生活了应该说 透过治疗上的新选择 严重气喘患者也能有效控制病情 但医师强调 提醒患者们需要提高尊医主性 正确规律用药 才能达到良好控制 提升生活品质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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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